金教授的一個提示 我覺得金教授給我們很大的一個反省 是他從環境倫理以及土地正義這個角度來看 那麼我還是回歸到這個阿里山林產的一個歷史 那麼古人不見金石月 金月曾經照古人 那這個時空的一個轉變 其實歷史如果沒有好好的記取的話 歷史還是會在發生 人心不古的話 那我想今天我們藉由這個阿里山百年回憶 其實我們除了可以回憶說 一百年前到現在這一段過往的歷史 另外一個就是剛剛金老師講 你應該回歸人類從森林脫離出來 短短的幾年 那麼累積了知識 而且把這些知識格物置之 這是哪一樣的常識 這是哪一樣的常識 累積成知識 那麼人類又利用這些知識 產生無比大的力量 那麼短短幾年之內就把原來他所生活的 這個生態反過頭來破壞掉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們地球號稱有四十六億年 那麼這四十六億年當中 其實三千年對他只是火光電子的銀沙納 那麼人類呢 在這個三千年當中 尤其像阿里山銀廠一百年 那更是啪一聲 可是這啪一聲 其實在三千年前的阿里山 跟三千年後的阿里山 或許地貌 還有他的一個地形做了部分的改變 那麼人類在這個當中扮演什麼角色 這我認為很重要 人類是生態系的一環 可是人類利用 卻是利用這種累積出來的知識 用很大的力量來回饋 我們這個什麼土地之母 我們的萬物之母 那麼這個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那我還是回歸到剛剛講的 那麼阿里山在清零時期 其實我們的祖先渡過黑水溝到台灣來 當時的台灣土地上大概就是原住民 那麼來了之後 平地開發殆盡 其實根據歷史的顯示 漢人直到奮起無誤盡 再往上走 可能只是些許的 比如說一些花彩動作 因為當時的所謂這個翻害 我講的這個翻沒有惡意 就是回歸歷史的一個用詞 翻害 就是原住民的傳統列區 漢人也不敢冒進 那你只是偶爾拿一些拿一些 加上當時的科技沒有能力 從那麼高的山上把大的木材拿下來 因此我們的阿里山就有幸的 渡過到18世紀 到了19世紀20世紀初 日本人來了 那日本人來了 他有幾個歷史背景 他必須要解決 因為比如說在清零時期 清朝政府對台灣的治療 他是比較偏向防壁 很多所謂的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返 因此交通他故意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外國人看到台灣的地圖 往往站在那個 濁水溪口 他畫圖兩個島 他以為這個濁水溪還是海洋 那台灣是兩個島 那事實上他只是一條很大的溪口 那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就是 清零政府怕台灣人造反 那你交通太方便很容易連成一氣 因此他所採取的態度就是消極 我路就不是弄那麼好 所以以前像那個清朝時期 玉永和有一個來台灣採礦的一個文人 他從台南出發一直往北投走 他過程當中像渡溪都要做渡輪的 渡船的 那麼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 他發現 因為他要蓋這個 所謂的縱萬鐵路 他需要很多的木材 包括當時的一些大型的官廳 需要大量的木材 包括當時的電信局的電線桿 需要大量的木材 因此他又要希望他的財政能夠找點獨立 那麼從日本內地進口可不可以 但是他們的劉山 砍伐一年之後才能到台灣 剛好是進入他快速的腐朽期 所以不管是運費方面 不管是木材利用方面都利不其費 因此他給予在台灣島上開發自己的木材 所以阿里山就變成他鎖定的一個目標 那麼很好玩的就是 從歷史上面來看 阿里山在 侏儒縣制 乾隆時期的侏儒縣制 有阿里山 但是我們現在翻開來 阿里山到底是哪一座山 很抱歉 你翻篇的地圖還是翻不到 它只是一個阿里山脈 是一個概念 概念的一個區域 那麼日本人來了之後 為了要上山砍伐木材 本來總督府希望說 他知道這個裡面擁有很 我剛剛講的 金老師也講 人類是需要它的一些經濟 因為當時沒有什麼環保在內 也沒有什麼生態概念 我只要能夠擷取我要的資源就好了 因此發現了阿里山之後 想要觀迎阿里山 用政府的力量是直接去砍伐 可是日本國內因為在 剛好在打日熱戰爭 所以它財政困難 因此日本的帝國議會就否決掉 你不能再花那麼多錢再開發阿里山 因此在100年前 台灣總督府就偉拖所謂的藤田主 那麼用類似官都民民 不是現在我們的這個什麼叫做BOT 不是這樣子不一樣 有一點差別 但是基本上他還是引用民間的資金來開坑 可是這個藤田主他做了一年多 他發現他調查的森林資源跟總督府是不一樣 遠遠少於他 那加上這個藤田主希望能夠 當時的那個宜蘭町的一個七蘭山的檜木 他也想要去掌握 可是總督府不給 總督府覺得台灣的森林怎麼可以 讓你一家公司所督啊 不給 所以在這個種種的狀況之下 加上未來的那個經營困難 所以藤田主就跟總督府就解約了 這是100年前的事情 那100年後呢 各位記得嗎 幾年前我們的阿里山鐵路怎麼樣 也是一樣 又是BOT 山啊BOT 海啊BOT 什麼都BOT 那當然這一次的BOT 以現在來看是不成功的 這個是 所以你看 你人心不古的狀況下 歷史還是一再的發生 所以你必須要見古之經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接受林務局的委託 那麼來整理阿里山百年的這個史量 那無非的就是要讓我們關心阿里山的人 不管是從土地正義 不管是從歷史回顧 我們必須要爬出出來這個 所謂的放眼全球 立足在地 應該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 那這個阿里山 我剛剛講過 除了鐵路 那麼它的母體是在山上 就是阿里山森林 透過這個鐵路 又造就了我們嘉義市 當時的一個發展 跟各位報告 嘉義市的發展 即使在某個階段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從業人員 是跟木材有相關的 這個是統計出來的資料 當時的台灣是日清 那因此呢 在很多歷史文獻 或是那個文人的一些詩詞上面 把我們嘉義就稱為 怪之都 怪木之都 因此呢 這個阿里山 透過森林鐵路 跟我們嘉義 是一個有機的連結 好像是羅東跟太平山 東勢跟大雪山 大仙山一樣 那我們從這個百年的一個回顧 其實很難的 用30分鐘的一個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去表達宣布 那我想我還是以這個執行者的立場 那麼收集了這些資料 我們發現裡面的很多資料太豐富了 那我們不見得要再去重新砍伐 也不允許 但是我們應該要了解 阿里山這一段時間發生什麼事 你說日本人砍伐木材 難道他心裡面沒有自責嗎 告訴各位 也不用到現在 他們砍伐的時候就有點興趣了 為什麼 各位看過樹林塔吧 樹林塔當時的建造 是因為伐木工人常常離奇的死亡 直停停的 害得那些工人飛奔下山 找不到伐木工人 那總督府為了要安撫這些伐木工人 伊基亞衛藉樹林 因此就蓋了樹林塔 像和和世太郎 你看片頭一開始 對不對 和和世太郎他是何許人也 他是東京地大的林業科的教授 他是林業博學 那當時阿里山要開發的時候 考慮了很多經營方式 包括管流法 日本本土有管流法 就把木材砍完之後放在水裡面流出來 可是達里山不可行 為什麼 乾劑跟漢劑 漢劑跟雨劑 太分明了 所以不下雨的時候 你木材沒有辦法運送 第二個 河床的那個石頭摟落 縱使你可以運 你那個木材卡住還有撞擊 出到外面就幾乎沒有什麼 就是利用率就大了降低 他們也評估過用木馬道 用輕便鐵都不可行 後來當時的和和斯太郎 他從美國考察回來 他說台灣這種情形 跟美國西部的大開發方式一樣 因此他強烈建議用鐵路的方式 可是你看 和和斯太郎是催生之後 但是他在大政八年 也就是1919年的時候 回到阿里山 他就寫著那一首書 他自己也會覺得難過 怎麼看到來回運 運彩的火車來回穿梭 整個景觀都改變了 你看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反省的 他是一個催生者 沒有他的話可能 當時的阿里山事業就作廢 可是有了他之後 他卻是反過頭來他還會反省 他寫了那一首詩嗎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想我還是很簡短的稍微提出來 不管從歷史的角度 或是我們從對環境的反省的部分 我很贊同金教授剛剛給我們的這些思考 那也希望在座的夥伴 也關心 對 希望各位回饋 我們剛好利用這個機會來對話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 我要抱歉 我要回台北 因為我的院員不勝利92歲 我還是要去他去找 因為我回台北可能 我到家也24年 好不好 我就對不起告辭 因為這個時間是很長的 也不在乎我在這邊多兩秒鐘 不要緊 哪有歷史學家留志最好 領路學家可以讓他撤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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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辦公室的計畫主持人 好好把我們的祈禱播放好 謝謝 不要緊 我們再把他帶來 我們的國寶 謝謝 感謝 要是他手退了 就想要走了 這我沒辦法 因為這我在這裡主持 沒有辦法 把我手放下去 他就說要穩勞到天亮 是 好 金教授 謝謝您 謝謝 大家好 回應 好 好 來 載到的你 不知道有什麼想法要分享嗎 我要出發再跟你講話